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我们在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问题上 我先跟大家说 中共间谍气球 人家已经提出要求 要求美国归华 我们就当成这么个新闻 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们提到说 本来拜登是想跟中共拉好 结果气球这件事情 在偶然爆发之后 他扮演着一种天意的故事 就使得美国国家的概念 美国国家的概念 无论今天政府的掌权者 有他什么个人的意愿 但是在美国国家的概念当中 却跟中共国就切割开了 因为就公开了 当公开之后 中共国的气球 真正侵犯了美国人的领空 这是主权问题 这是一个战争问题 主权问题 战争问题 这是一个国家尊严的问题 那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在美国的社会中的国家领导人 无论他多么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他这个孙子他也得装下去 他这个国家孙子他得装下去 就是说那不能侵犯我们家领导啊 对不对 这个所以就说了这个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这也得装下去 就迫使今天的拜登 没有和拜登政府没有其他选择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的 所以曾经把它解释成就像类似内讧似 左派的势力 很多情况下 他是人来的 他不相信神 他或者背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但他是个人 你要弄清楚 他是个人 那中共是魔鬼 所以有朋友留言说 说他我看你20年节目了 看我20年节目 非常感谢 然后这共产党换哪个领导人 你都骂他 他就共产党没个好人了 共产党就像附体的 他只要谁依附他身上 那个人就不是他本来的人了 就不是他本来的人了 你看那中共头 只要他有权力的时候 立刻就完蛋 他就不是个人样 城管都是这样 只要他在体制之下 一拥有权力 就变样了 他一没了权力的时候 你看他就是个人样 我跟大家说过 那个叫宋国母 叫宋国母 那宋国母在早期的时候 那个2008 2007年 08年 09年 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说 我说那个女人那个眼睛 能把男人的魂给勾走 有些女人 那个眼睛是勾魂的 就是他不一定长得漂亮 人们说不是 你看不了他 很多男人看不了那眼睛 一看就完了 就酥了 就是封神演义当中 达基最后被杀的时候 为什么两族军士 没足五个人 里面包括二郎神跟雷震 先是雷震子兼斩 没斩成 后来又是二郎神兼斩 也没斩成 二郎神 二郎神道很高 在他们这辈 就跟江泽雅说 师叔啊 这不灵这个 妖精太厉害 那个军士在五大三处 他受不了 他那个阴邪之力 达基一看这五个人 这五个男人就坏了 就躺地下了 全苏了 不灵了 这就是叫阴邪之力 这就是 你可以把它叫 他在秉承着阴邪 最恶的东西的时候 所聚集的能量 那当时那个宋国母 就有这本事 那我认识一个人呢 他那个人 那个人原来是跳舞的 军队跳舞的 那个宋国母原来 应该是南京军 可能是南京军区 他们叫小红花 跳舞 是跳舞 是唱歌 所以认识那个人跟他 反正我们不知道 我并不知道 他跟他有多少个关系 他说他 他们曾经在一起 说那个女人没那么不好 挺好 有可能曾经在一起 是跳舞 是干嘛 后来我听着就乐 但是你要知道 当宋国母 没不得要抽搐 比如说这次开会 没戏了的时候 因为前一段 我看他在民间 还走穴是干嘛 没戏的时候 你会看到 哦 他好像又正常了 原来那个眼神没了 共产党是这个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 就说 说他会换谁 你都不满意 不是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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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海 那个和尚 为什么非要把许仙 从 从那个蛇身边给弄走啊 那么漂亮的女人 给个书生多好啊 漂亮的女人 那条白蛇 在吸 许仙的精华 那达基 就是在宫里面 吃人的精华 然后 素掌他的 阴邪的能量 阴邪的能量 干这种事情的 干这种事情的 一般的人受不了的 就给 完全就是抽空了 我们叫做抽空了 空壳了 是一个道理的 在共产党 你在共产党框下 任何一共产党框下 那个人就不是正常人了 这是原因所在 这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说 当美国社会 美国政府 无论他多坏 当他跟共产党切割的时候 他有非常可贵的一面 我们现在看到 是气球的故事 众议院罕见的两党合作 以压倒性的优势 刚才刚刚投票 通过一项决议 谴责中共国 在中共国的气球 在美国上空飞行三殿 这是一个 它叫侵犯主权国家的战争行为 犯罪行为 今天它是很罕见的 一共到场的是 419名众议院议员 两党议员 419名 他以419张票 对零票 全票通过了 这项决议 而这个决议 是在中共 正式要求 美国人 归还气球的 声明背后 那美国众议院 以这样的方式 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意愿 那就变成了一种冷战的对垒 这是冷战的对垒 他们要求美国政府 必须对这件事情 有所交代 必须对中共国提出要求 这是划时代的 这是我愿意把它看成 这是美国社会 美国国家的自救 美国国家自救 大家要明白 他是被迫的 我不相信 那是今天的 拜登政府的官员 而天意就是天意 星期四 罕见两党聚集一起 来讨论 中共间谍气球 419票对零票 全票通过 谴责中共国 而美国的情报系统 完全和国安系统 国家系统 完全给予答复 中共的间谍气球 是监控网络的 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完全是间谍来的 那这项就是 这项谴责案 是由德州的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迈克 叫迈考尔 提出来的 他需要三分之二的 三分之二的支持 才能通过决议 但他没有想到 他并没有想到 是全票通过 包括民主党人 而且敦促拜登 必须要站在 国家的地的角度 处理好这个气球 本身的事情 这是我们看到 他打捞上来 这都是军人了 海军陆战队了 那还将考虑提出 另外一个决议 谴责拜登政府 在如何处理 这个进入美国领空的 间谍气球 那中共有自己坚持说法了 那而美国官员说 在被击落之后 在回收的碎片中 发现了天线和太阳能电池板 发现的天线 它不是一根天线 它是一组天线 而天线的能力 足以收集 它所飞灵 就是飞灵地区的地面的 任何通讯交流 这是正式报告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解释过 就是他可以截获 如果他 你想他停在 蒙大拿的 美国最大的弹道导弹的基地 发射场 他只要停在上头不动 他下面任何通话 他都可以截走 他截走之后 分析的出来 分析不出来 另外一回事 加密不加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可以把东西拿走 什么时间通话 那他有没有能力去突破 就是包括电子邮件 信息网络 你发短信 任何东西 他一定有痕迹的 那你发短信 发电子邮件 他可以不可以在那个时间点上 截获你所有的电信 电信的 这种信息 我以为是可以做到 就是这个故事 你只要把任何一个东西 说我已经删除了 现在的技术可以恢复的话 删除的东西可以恢复的话 那你现在发射的东西 我发个email 哥们你吃了吗 你吃了 我吃什么 正上搜索 拉锡的 夸他就能给截过去 肯定可以的 所以这是故事了 那国务院更新说 情报部门确认 他说大概可以涵盖 40个国家的大的气球网络 监控网络 气球能够收集通讯信号 整体收集通信信号 这就等于是侵犯美国的主权 而美国情报部门定性 所有东西是受控于人民解放军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资讯 这份挑战的资讯在我眼睛里 以为是相当珍贵的 相当珍贵 在针对美国的 针对中共国来讲 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统一的行动 它会迫使美国政府 没有第二个选择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